周四,绿色和平组织将一条充气模拟天然气管道 拖到布拉格市中心欧盟峰会附近的河流中 抗议欧盟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 防保活动人士将这条写着普京的水星气体对模拟管道 漂浮在布拉格城堡附近的卢尔塔瓦河上 欧盟峰会将于周四和周五在布拉格城堡举行 抗议者在船上举着雕鱼 呼吁欧盟停止助长乌克兰战争 绿色和平组织发言人表示 欧盟及其邻国 从英国到土耳其周四举行了一次罕见的象征性峰会 讨论俄罗斯陆星乌克兰引发的共同安全和能源问题 此次峰会有44个欧洲国家参加 但俄罗斯不参加 在布拉格城堡举行的这次会议 将被提倡者是为欧洲大陆团结一致的盛大展示 欧洲大陆陷入了多重危机 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安全后果 到严重的能源危机等可怕的经济后果 遥远爆育